现代人重视养生 有不少人早上会空腹就喝一杯现榨的生机蔬果汁当做早餐 但是最近有民众到中医去酒诊 说喝完之后双腿无力还引发了胃溃疡 医师说蔬果汁是很寒凉的 应该饭后喝才对 中医师说入秋以来不少民众出现了腿软的现象 担心中风上门求诊 其中有一半以上的人喜欢早上起床后 空腹喝鲜榨的蔬果汁 甚至严重到引发胃溃疡住院 中医师说蔬果多半是属于寒凉性食物 应该是饭后喝才对 那个芹菜也是属于偏寒的 那小黄瓜也是属于瓜粒也比较偏寒的 那这些偏寒的东西不适合一大早空腹吃 所以早上应该喝什么呢 比如说像热牛奶啊 热麦片啊 或热的温开水 或热稀饭 那个是最好的 另外鱼虾蟹等海产也是属于偏凉性的 有人吃了会胃胀拉肚子 所以习惯早上打一杯果汁 或是金链汤 当做早餐的民众 要注意自己的饮食习惯 必须要改变了